渔华是一个自由作家 1960年生于浙江杭州 长于浙江海年 小说《活着!徐三观卖学记》 在文学界和观众中产生巨大的影响 其中《活着!在意大利》获得了文学大奖 生活是痛苦的白天 死亡是凉爽的夜晚 他给我看了之后对我说 你的坏牙齿还在 而这种个人的提案和个人的思考 他要沿用传统的方式 毕竟无法很好的去 《渔卿!在哪儿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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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当时没多想到这个故事了 谢谢我 我们下期再见 反正我那个小的时候和我的同学之间有一个很大的区别是 我很喜欢闻那个病房上病房里面那种来说的那种气味 那时候我和我哥哥就整天在平房外面玩 然后我父亲就在里面动手术 每次我父亲出来的时候是浑身都是血 就是他穿的那个手术服那个白颜色的 有时候口罩上帽子上都是血 然后穿是血然后举着手这么出来了 然后我们看着他 那么于华我觉得他通年在医院里头经常看到包括说的停尸房 包括看到人的生生死死这样的场面看比较多 我想的话就是他比一般的孩子应当说就是更多的领略了就是人生的这样的一个 就是很多人吧就是从生到死的这样的一种变化过程 他比别人看得多 对于这个死亡 对于这种痛苦 这种描写比较多 而且在我们看来的话 他是心比较硬 手比较狠 就在我们家对面是一个太平间 而且它下面是有很多树 然后呢 它的隔壁呢就是厕所 我们每次要去那个厕所的时候都要从那个太平间门口走过 而且太平间是没有门的 最早是我去进去过那个太平间 突然发现那个地方特别凉快 因为我们 我们家里就住在医院里 这个我们的太平间 就是在我们对面 所以 这个 他写的小说里 对于对于这些太平间啊 对于这个严厉的哭声啊 这些描写都是很真实的 都是他自己亲身体现过的 所以我在我印象中是 你每次路过这个地方走过太平间以后 你慢慢的你就不会把它认为是一个什么太平间 所以我印象很深 那个时候我记得我们 我童年的夏天是特别的炎热 在我印象中 在我小的时候我在那个太平间的那个 就是死人躺过的那个睡衣床上 我睡过午觉 睡过午觉 很凉快 那时候 他跟我讲 他说那个时候 小的时候 他跟我讲 就在家裡經常聽到那個夜裡 有人哭親人的那個聲音 從那個就是那個太平街裡傳過來 會陰生生的 他最開始聽到覺得特別恐怖 特別可怕 但後來他慢慢聽多了以後 他從裡面聽出一種親切來 一種親情對親人的那種那種東西 越聽越多 就是裡面越聽越多 他自己就經常上這兒去 晚上上那兒去 經常是一個人獨處 我覺得這一點 恐怕對他的影響也很大 就是說小時候這種獨處吧 他就是他自己去觀察世界 自己去認識人生 自己去琢磨事情 這樣就養成他一個習慣 就是他什麼事情 他都從個人角度上去琢磨 我覺得這個東西 恐怕對他的影響更大 那個後來讀到了海內那首詩 我發現寫得真好 他那首是關於死亡的一首詩 就兩句詩句 他說是生活是痛苦的白天 死亡是涼爽的夜晚 尤其是下一句 我覺得起碼太平間的感覺就是這樣 很涼爽 嗯 魚華生活的海岩縣 位於上海和杭州的中間 這座江南小鎮曾經孕育出了王國維 張樂平 張元祭等文化大家 也同樣滋養了魚華 在魚華的小說中 我們看到的是一座小城中上演著 二十世紀中後期中國人的悲喜劇 他所在的那個風土人情這塊土地給予他的滋養 就是他對這塊土地對小土地的確認 然後變成對大土地的確認 魚華的少年時代和那個時代的孩子所遇到的一樣 學校是不上課的 接觸文學和語言的主要機會 是那些滿街的大字報 高中畢業以後 馬上就那個面臨著高考了 七七年嘛 沒考上第一次 七八年又考了一次 還是沒考上 後來就死了這條心了 那個不考了 因為沒好好讀書嘛 所以就那個 進入那個衛生院了 就我們那個鎮上的五元鎮衛生院 就是一個拔牙的一個醫院 我的路是叫他做個口腔科醫生 對不對 現在嘛搞搞樣 口腔科嘛緊修緊修 講了以後對不對 能調到人民院來做個口腔科醫生 已經賣好了 賣難訂的了 我肯定不喜歡這工作 因為像我 我等於是我幹了四年的專業作家了 從初中到那個高中 突然讓我要是每天八小時上班了 我肯定很難受 所以我的目標就是繼續當專業作家 就是繼續能夠不上班 那個時候印象很深的就是我在拔牙的時候 就是我們那個在文化館工作的人 經常在那個大街上出現 那時候就非常羨慕他們的工作 問他們你們怎麼老不上班 他說這就是他們的工作 我當初最大的感受就是 這工作也很適合我 所以後來就想寫作 寫作的目的就是為了進那個文化館 想當作家的余華 很難每天善待那一張張的紅口白牙 拔牙的顧客難免要深受其害 1982年的一天 余華的鄰居周晴 特地找到了余華看牙裡 余華很快做了檢查之後說 要把病牙拔掉 那麼牙齒拔了之後呢 一直流血流的不止 而且呢這個牙齒一直很痛 那麼我過了幾天我就去 又去找余華 他給我看了之後對我說 你看你的壞牙齒還在 那我就說 為什麼壞還在呢 他說是這樣的 要把那個好的牙齒先拔掉 再把那個壞牙齒拔掉 我感覺這好像有點不可 不可理解 然後又去問另外的醫生 他們說他瞎說的 他說他 他把那個牙齒拔錯了 還在狡辯 為這個事情 我還特意為他 跟他兩個人吵了一下 余華不是一個好醫生 他這個人比較懶散一點 比較一個 不注意小節 竟然死到 原來我們這個單位嘛就是 工作人員讓下班 不恨死絕等 他來了之後嘛就是因為 這竟然死到 所以後來呢 教育其實沒辦法了 就是專門為這個問題呢 就是張了一個上班鈴 上班的時候這個鈴嘛 現在就是 現在又掛在哪裡 現在還在 現在下來嘛就是我們 以後的其他那個青年 就把這個人叫做余華林了 那個時候為了想 那個離開這個 為了離開這個環境嘛 為了不再拔牙了 我心想要是這一輩子 都在拔牙的話 我心想這人 這人生是一點意識都沒有 我覺得 另一方面還有一個更大的夢想 就是想去一個更加大的一個地方 就是像我曾經讀到過有一首詩裡邊 有一句詩給我留下的 永遠難以忘華的印象 那句詩是一句很平常很平庸的詩句 它就寫 我走在秋天的北京的街道上 就這麼一句話 你現在就能對我產生一生的衝擊力 我覺得 我什麼時候要是能夠在北京的秋天 在秋天的時候在北京的大街上 走一走傍晚或者是黎明的時候 那時候都非常努力地寫作 尤其是夏天的時候 特別熱的時候 穿著牛仔褲 怕那個蚊子有 因為牛仔褲非常厚 下面是穿著那種 基本上到膝蓋那種高的那種雨鞋 就是我們以前下鄉的時候 用的那種 穿著那種雨鞋 然後上面是光著綁著 拿一個小電扇 那個時候我記得 是我父母淘汰下來給我的一個 華生牌的一個小電扇 就是我始終那個吹在背後 然後手上是綁著那個乾毛巾 怕把稿子弄濕了 那麼汗不斷地流 聽聲音好了 也就是說我的那個信箱有一樣東西 啪的掉在地上 那肯定就是雨華的推稿件 對 那後來我發現他不是很感性 這個 看小說看的比較多 看藥書看的少 那麼他們領導也向我反映這個問題 後來我再三 給他做工作 我說你這樣弄下去啊 將來要成為一個合筆肝 那時候我們死相比較保守的 因為這些晚一講話講錯了 寫文章寫錯了 弄不好啊 將來你撐問題 是吧 我說做點技術工作可靠 對吧 在那個死相上就是這樣想法的 所以 不管是 你再三勸也好 他也不挺你 他早上搞他自己的 有時候很難受的 真是有時候是感覺到 一方面是就是 確實很辛苦 另一方面是覺得寫錯也感覺到 不知道寫什麼 但是咬咬牙不行 否則 我就用 等於是有點像我 現在恐嚇我的孩子一樣的 你要是不怎麼怎麼 那你怎麼怎麼 那時候我就用這種 嚇唬一下我自己 我要是不寫錯 那我只能一輩子拔牙了 就是這樣的情況 就是為了不拔牙 百天拔牙晚上寫錯 執著著尋找文學夢的余華 在牙科醫生的崗位上 一幹就是五年 1982年的一天下午 一個從北京打來的長途電話 改變了余華的命運 是那個時候北京文學 一個副主編給我打來的 那怎麼說 他就說是 你給我們寄了三篇稿子 我們都很喜歡 我們那個都已經傳閱了 所以他就這麼 有一篇小書需要改一下 當那個周燕如給我打電話 問我就是能不能去北京 我腦子裡邊第一個反應是 誰給我出陸費 是吧 就是因為這個費用 因為那個時候 我工資大概也就十六塊錢左右吧 好像八三年 應該漲了 八三年應該是漲到三十塊錢 三十塊錢 對 因為我剛存在工作的時候 是那個十六塊錢 所以那個 我就印象很深的是 他電話裡邊跟我說得清清楚楚 說你那個陸費我們出 你在這兒的住宿費 就在北京的改稿期間的住宿費 也有我們出 而且他明確告訴我 每天還有補助 所以我心裡就完全放心了 我第二天就去了上海 買了一張贊票 那時候買 很難買到那個臥戶票的 到了北京 《小說星星》 是于華發表在北京文學上的處女作物 小說講述了一個名叫星星的小男孩 他喜歡拉小提琴 卻得不到父母的支持 雙方產生了很多的矛盾 最後 執著的小男孩 終於被一個文藝團體招走了 拉小提琴的星星夢想成真 寫小說的于華也獲得了成功 所以我一回到海燕以後 他們就認為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在一個小縣城裡面 一手把我就是調到了那個文化館去 所以從此以後 你看我那個中學畢業以後 中學的四年我是過的是非常舒服的生活 中學畢業以後 然後我又過了幾年苦日子 一直過了五年的苦日子 我又開始過上很幸福的生活 過上了幸福生活的于華 這時感覺到 傳統的文學創作方式 已無法表達他心中的那種激情 然後我進了文化館以後 我目標也達到 問題是我還不滿足於在文化館 我得讓我的作品引起關注 所以你又必須要去關注一下 就是現在整個那個文壇在關注什麼 可是讀他們的作品 我發現我實在是沒有興趣 就剛好在我這個非常猶豫的時候 我就讀到了那個美國作家 傑克倫登給一個文學青年的一封信 在此之前我讀過很多大作家 給文學青年的信 對我杜漢沒什麼太大用 就是那一次有用 他告誡那個年輕人 說你啊寧願去讀那個拜倫 就那個四人拜倫的那個兩行詩歌 你也不要去讀現在發行的 一千本文學雜誌 我馬上就明白了 就是文學雜誌發表的是垃圾 那是有99.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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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上面都是用垃圾包裹了那麼幾顆珍珠而已 1986年在文學期刊北京文學上 于華發表了一篇普通讀者難以讀懂的小說 小說的名字是18歲出門遠行 這篇小說引起了人們的普遍關注 此後又有一連串類似風格的作品 文學了 我就拿著18歲出門遠行到了那個北京 裡頭讀完以後來跟我談話 說你現在已經走在中國文學的最前面了 馬上就是被文壇出現一個所謂的先鋒派 我是一個代表作家 這一點我想沒有多少都會來否認的 我不太喜歡這個先鋒派這個說法 實際當初這個80年代的小說 因為除了這麼一批作家 當然就是一話也在其中 那麼他們的小說跟以往小說很不一樣 所以批評家們就沿用了一個 就是在各個時代都可以用的一個字眼 叫先鋒 先鋒小說 但是後來這個 有一些這些文學世家 他們願意把各個時期出現的各種小說分門別類 所以就叫它先鋒派 實際先鋒主要是一種態勢 它不是一個流派 現在這個很多作家的他們的創作 應當說都帶有半自傳色彩 在于華的作品上變得明顯 這部作品應當說最明顯 我覺得就是說它通過這麼一個少年 出走的這樣一個經歷 實際上既反映了 他自己在這個年齡段的那樣的狀態 同時也是他當時在文學上 還出在一種猶豫不定狀態的一種表現 十八歲 出門遠行 一位少年背著紅書包走在一條 不知通向何方的路上 他不知道要去哪裡 為什麼出來 甚至不知道是該休息 還是該繼續趕路 一位犯蘋果的司機 栽著他走向不可吃的前方 車壞 有人搶蘋果 少年奉起抗拒 被打了一頓 而蘋果的主人 並不心痛他的東西 卻坐在別人的拖拉機上 嘲笑著他 漸漸地遠去 這個先鋒文學啊 它的出現 和它的產生 表面上看它是行使的 要做行使探索 要敘事 顛覆 而且結構上要進行革命 就是讓你看不懂 其實它是用一種看不懂 就是讓一般人看不懂的方式 來想表達一種 對於意識形態的 過於統一 過於單一的 這樣一種現象的一種 消解 其中消解 它就是從這個 它的創作就是 開始不久就走入先鋒 我覺得 跟它自己一直有個人的一種體驗 個人的一些很多思考 而這種個人的體驗 個人的思考 它要沿用傳統的方式 已經無法很好的去表達 而它這東西表達出來之後呢 在當時來看 肯定是不合時宜的 它用傳統的方式表達的話 肯定是起不得應有的作用 所以它要加入先鋒的行列 1988年的秋天 漁華終於如願以償地 走在了北京的大街上 在魯迅文藝學院進修的它 結識了莫嚴等當時許多知名的作家 北京高遠的天空包容著漁華 它繼續寫著文風怪異 充滿暴力與死亡的作品 我覺得我跟北京是一種相互影響的關係 因為 一方面當然是北京 首先它提供了一個 這個起碼是在中國大陸裡面所能選擇的一個最好的一個文化環境 這是第一 然後北京有很多我的朋友 就是我願意跟他們交往的人 也在這個時期她認識了陳紅 一個後來成為她妻子的女人 在來北京之前 余華已經經歷了一次婚變 還因為我們都開學以後 開學好幾天 起碼一個禮拜了 好像 然後才有一天我們下學以後 我看見一個人 從那邊長長的過道上 脫著一個箱子藍遮遮的 穿著一個拖鞋 慢慢要晃紅油 晃紅油就過來了 那時候才那時候第一次看見她 後來在班上才發現多了一個人就是這小子 柳迅文學院畢業後 余華掉進了嘉興市文連 但是余華大多數時間還是在北京 繼續在北京的街道上行走著 這是余華在北京的第三個秋天 這時的她開始覺得 以追究怪異為主的先鋒派的文風 已經走到了盡頭 在創作上她開始尋找新的方向 也就是在這個秋天 已經走出了婚姻波折的余華 跟陳紅走到了一起 對我的寫作產生了非常大的影響 因為她是一個 在我看來是一個感受能力非常強的一個人 而是尤其藝術感受又非常好 所以她會 對我的寫作有時候會造成一種方向上的影響 可以這麼說 就是在那個 就是當我寫在西域中呼喊這部長篇之前 我的作品其實沒有那麼多悲悯的東西 這個東西我覺得就是她帶給我的 她身上有這樣很強烈的東西 她帶給我 然後我往這個方向一寫 又受到了她的讚揚 然後就是相得益彰 就一直寫下來了 上街的時候她不知道地方什麼的 她不問路 她就一直自己走 她一定不問路 我就跟她說 我說你為什麼不問路 其實你問一下路也沒什麼關係 你省很多時間 她說我不想問 我願意自己這麼走 她就是這樣 非常直接 然後比如說到那個商店買東西 你只要問一下社會員 你說有沒有什麼東西 要沒有你馬上就可以走掉 是嗎 而她都那個櫃檯裡 她是一點一點的每一個看高 看到有她就買 沒有她就走 在北京的一個黃昏裡 余華和陳紅漫步在王府井的大街 一位坐在街頭嚎啕大哭的老人 觸動了她 迎面走來 內流滿面 那是一個什麼環境 那是一個購物的地方 就所有人都大包小包在他們身邊走 只有她一個人內流滿面地走 所以那個場景給我一種很震撼的一種 那種感受 就是想寫一篇什麼小說都不知道怎麼寫 然後就跟我太太聊天 兩個人 因為我們兩個人有一個習慣思 有一個 很多年下來有一個聊天的習慣 就談談讀過的書 談談各種各樣的看法 然後呢 她又提起那個思想 我說那不行 我跟她說 我說我現在心裡面已經有感覺了 那時候是 也是我們那個文學策劃王斌推薦 說是羽花的河邊的錯誤寫得不錯 那時候我想 就尋找一個題材 所以這樣就借來河邊的錯誤來看 看了我覺得也不錯 但是我覺得對於小說來說 可能夠了 對於電影來說 有點不夠 故事各方面有點不是很清楚 所以想找羽花來談 找羽花來談 見了羽花之後我們在一塊吃飯 然後談何邊的錯誤 怎麼修改 差不多我印象中談了 談了好幾天了 談了兩三次了 三四次了 然後有一天 偶然的羽花說 說我新寫了幾個小說 你看一下 你也了解一下我 這樣就給了我活著的 好像是個青樣 還給了其他幾個東西 那我看完之後呢 我當時沒多想 就是活著這個故事很吸引我 然後我也沒有認真想 就說是不是要拍 因為是一直在準備河邊錯誤 然後我就老忘不掉這個故事 然後第二天見了羽花的麵呢 我們一塊吃飯 我這就從頭到尾一直談活著 就沒談河邊錯誤 老聊這個活著這哪這哪 聊著聊著 突然當時在飯桌上就 突然就覺得 誒說我乾脆拍這個算了 像福貴我就對我的一個最大的一個 一個人生態度的一個影響是 就是我相信 就是這個世界上 就是生命是最重要的 就是我更加深切地意識到 就生命對一個人來說是最重要的 就是人活著真是為了對生命的一種尊重 我覺得活著這個余華 我覺得他的這個小說寫得非常好 從我個人來看 我認為是他最好的小說之一 他又寫了人的那種 半個世紀以來中國人吧 一種 當時他找了福貴這樣一個代表 寫了一種生存的韌性 讓我自己看 就是活著 其實活著這個標題也是這個主題 你可以說是一個人的生命 他盡量想延續下去的一種 原始性的一種感覺 但是我自己看 我覺得他結合中國半個世紀以來 社會發生了巨大變化 風雨動蕩 老百姓像一夜小舟一樣 在大海中 隨著波濤上來下去 不能自己不能選擇 不能左右自己的命運 但是他就在這個大海的波濤中 很頑強地生活 一直放一直到了最後 我覺得這種精神感動我 讓我感覺到 當時就隱隱地感覺到 這是中國人 近半個世紀以來一個縮影 一個人的命運 就是把這個時代 甚至於把同類人的命運 全部概括了 還有一個就是他 他篇幅並不大 十來萬字 在十來萬字裡頭 這個作品達到那麼一個深度 那麼一個豐厚程度 那真正是做到了一一當時 一一當時一勺總多 我覺得他確實實實是 達到了相當的成熟高 雲華的最大的好處 它就是把那些中國人的生命故事 用全人類的這樣的一個視角 和被世界各地作家認可的這種技法 來解剖 來深入的來挖掘 結果就造成這麼一個東西 就是成為我們所有的中國人的生命故事當中 特別能夠深入地感動人的這樣的作品 也能夠容易被 中國人之外的那種讀者群體所掛泛接受 這個我看來實際上是 就是中國作家的一條非常重要的路 我不認為就是活著許傳官 比我過去的四十如煙和現實一種高 有高度了 或者更有深深度了 我不這樣認為 我是覺得他們還是在我的整個虛構的世界裡邊的另一個城鎮 是屬於那種態度式的人 您覺得以後你會成為這個嗎 當然首先我要有那麼的長壽 這是一個現實 我要是沒那麼長壽的話 就不可能 但是我要是有那麼長壽的話 我相信應該沒什麼太大問題 所以她後來寫了一篇 我還一開始我看第一篇我還想 我說這余華是那個余華嗎 我還打電話問她 我說是那個余華還是同名同姓 她不是就是 我說這哥們怎麼弄音樂的 結果後來一篇一篇好多篇 我反正都看不懂 我也不能評價 我覺得是很有意思 在北京的書攤上 余華的作品依然在暢銷著 據介紹 活著的印術已經超過二十萬冊 最近擺在街頭的余華星座 卻是一本寫音樂的隨筆 書名叫《高潮》 余華的一個人作家的網站 余華和余秋語等作家 以作品服務的方式參加 成了這個網絡公司的董事 今年很多時候 余華都在忙著這件事 网络其实对像我这样一个从事了十多年写作的一个作家来说的话 他和那个文学有很多一致性 就是就表达了人对那个现实的那种不满 这种不满不是一种对别的不满 而是对自己的生活的那个现实太狭窄不满 他希望了解更宽广的世界 很多年来我们都是靠文学作品去了解的 去了解一些我们所不熟悉的人物 我们所不知道的一些地方 一些包括风景啊 包括人物的命运 那么现在我觉得那个网上 那是文学给了我们一个虚构的世界 那么网络呢 我觉得给了我们一个虚拟的世界 像这样的一个世界呢 我觉得跟文学一样 他能够容纳人们在现实中 不能够得到满足的欲望和飞翔的想象力 开完新闻发布会 于华匆匆忙忙往家里赶 他说已经快一个月没有看见儿子了 我觉得吧就是我有一个毛病特化气 就是我只要我生的气不会想着生你马上就消了 打我就是为我好 爸爸妈妈只要好好对我好了一下 我就我就呃就就就不生气了 以后你会打你自己的孩子吗 不会 为什么 那因为我的孩子那我不听 他不听话 我只能给他最后一次机会 一次机会再不行了 我就我就对不起他了 就得打 不可以死教就打死我 他自己放这个东西虽然很乱 但他找东西很方便 所以他不让人家动他的那个写作间 他很乱他就让他这么乱 然后他需要什么东西 他自己就是很方便找起来 他就是这样的 对于云皇啊 当时觉得挺好的 觉得挺好 我至少就是没有觉得就是没有很后悔 找到于华什么东西 我觉得挺好的 我们俩他 于华两人我们俩这次还说的 下半辈子咱们还是在一起凑合吧 自从于华的小说活着 在意大利获奖后 于华经常出国 他这次是要去韩国 在今年的五月份 他先后参加了在意大利举办的出展 德国的朗诵会 法国的文化交流 这次到韩国是参加韩国作协的一个活动 另外 许三观卖雪记的影视版权 已经卖给了韩国的一个公司 这方面他还有些事 可以去办理一下 再见了 再见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